很多人在生活中可能会忽视一些皮肤上的异样 认为只是一些常见的皮肤病 然而 这些皮肤上的异样可能是肾病的信号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哪些皮肤异样可能是肾病的预警 一 皮肤病和肾病的关联性 皮肤病和肾病之间的关联性主要体现在一些皮肤病可能是肾病的早期症状 或者是肾病并发症的表现 例如肾病综合症患者可能会出现皮肤臊痒 色素审住等皮肤问题 另外 一些皮肤病如系统性红斑狼疮 紫电等也可能引发肾病 此外 由于肾脏功能下降 无法有效排除体内毒素 也可能导致皮肤病的发生 同时 一些药物治疗皮肤病时可能对肾脏产生负面影响 加重肾病的病情 因此皮肤病和肾病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性 二 肾病的基本知识 肾病是一种常见的疾病 主要涉及肾脏的结构或功能的损害 肾脏是人体的重要器官 负责过滤血液 排除废物 调节体液和电解质平衡以及生产激素来控制血压 制造红血球和维持骨骼健康 肾病的种类很多 包括急性肾损伤 慢性肾病 肾结石 肾炎 肾衰竭等 其中慢性肾病是最常见的一种 通常是由糖尿病 高血压或其他慢性疾病引起的 肾病的症状可能包括尿贫 尿痛 血尿 腰痛 水肿 高血压 疲劳 恶心 呕吐 食欲不振 皮肤臊痒 肌肉抽搐等 但在早期肾病可能没有明显的症状 因此定期进行体检是非常重要的 肾病的诊断通常包括尿液检查 血液检查 肾功能测试 肾脏超声波 CT扫描 MRI扫描 肾活组织检查等 治疗方法取决于肾病的类型和严重程度 可能包括药物治疗 透析 肾脏移植等 预防肾病的方法 主要包括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 如均衡饮食 定期运动 控制体重 戒烟陷酒 控制血糖和血压 避免过度使用非处方药物等 三 皮肤病作为肾病信号的三种异样 一 皮肤臊痒 皮肤臊痒与肾病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 肾病 特别是慢性肾病 可能会导致皮肤臊痒 这是因为肾脏功能不全食 无法有效地过滤和排除体内的肺物和毒素 这些肺物和毒素会在体内积累 进而引发各种症状 包括皮肤臊痒 此外 肾病还可能导致体内矿物质和电解质的平衡失调 如磷的过量 这也可能引起皮肤臊痒 再者 肾病可能导致皮肤干燥 这也是引起皮肤臊痒的一个常见原因 因此 如果一个人经常感到皮肤臊痒 特别是如果他还有其他肾病的症状 如尿频 尿少 疲劳 十月不振等 那么他应该去看医生 检查是否有肾病 二 皮肤色素审注 皮肤色素审注可能是肾病的一个迹象 肾病可能导致体内某些物质的积累 这些物质可能会影响皮肤的颜色 例如 尿毒症 一种严重的肾功能障碍 可能会导致皮肤变暗或呈黄色 此外 肾病可能会影响身体对维生素D的处理 这可能会影响皮肤的颜色 然而 皮肤色素审注也可能有许多其他因素引起 包括遗传 日晒 荷尔蒙变化 某些药物的使用等 因此 如果你注意到皮肤颜色的变化 应该寻求医生的建议 以确定其可能的原因 三 皮肤干燥 皮肤干燥与肾病之间存在一定的关系 肾脏是人体的主要排毒器 当肾功能出现问题时 会影响到人体的新陈代谢和水分平衡 从而导致皮肤干燥 另外 肾病患者由于尿液中蛋白质的丢失 可能会导致皮肤的营养功用不足 使皮肤变得干燥 此外 肾病患者常常需要接受药物治疗 某些药物可能会引起皮肤干燥的副作用 因此皮肤干燥可能是肾病的一个症状 如果长期出现皮肤干燥的情况 建议及时就医检查 四 如何预防和应对肾病 预防和应对肾病的方法有很多 首先 保持健康的生活习惯是非常重要的 这包括定期运动 保持健康的饮食 避免过度摄入盐分和蛋白质 限制酒精和咖啡因的摄入 以及戒烟 这些都可以帮助你保持健康的体重 降低高血压和糖尿病的风险 这两种疾病都可能导致肾病 其次 定期进行体检也是非常重要的 这可以帮助你及早发现任何可能的问题 从而尽早开始治疗 如果你有糖尿病 高血压或者家族中有人患有肾病 你可能需要更频繁的检查 如果你已经被诊断为肾病 那么遵循医生的建议和治疗计划是非常重要的 这可能包括服用特定的药物 改变饮食或者在某些情况下 可能需要透析或肾脏移植 最后保持积极的心态也是非常重要的 肾病可能会带来很大的压力 但是有许多资源和支持可以帮助你应对这种压力 例如你可以寻找支持团体 或者寻求心理咨询师的帮助 以上就是肾病可能会引发的三种皮肤一样 如果你的皮肤出现了这些一样 你应该尽快去医院进行肾脏功能检查 以防止肾病进一步发展导致肾衰减 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在日常生活中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 避免过度疲劳 保持饮食平衡 避免摄入过多的盐分和蛋白质 这些都是预防肾病的重要措施 请不吝点赞订阅